AI的技術應用範圍廣泛 現在也成為了詐騙集團的行片工具 尤其AI的身為變臉技術 可以透過照片 就偽造成另外一個人的影像 刑事局就特別拍片 提醒國人眼見不一定為真 女警的手在臉前方一揮 馬上就變一張臉 接著在一揮 原本的女性模樣 變成老爺爺 就連聲音都蒼老了 行事局拍攝變臉變聲影片 就是要揭開詐騙集團 如何利用AI身為變臉技術 假冒身份行片 因為日前檢警就曾經破獲 花蓮有嫌犯藏身在民宿 利用AI變臉程式 假冒中國公安詐騙 由於眼見不一定為真 AI變臉其實有破綻 可以先要求對方在臉部揮手 就有機會辨別是真是假 可以請對方以左右轉頭的方式 或以手部在面部前面快速揮動來破解 如果他不是本人 而是可疑的視訊詐騙 您會發現他的臉部有模糊的狀況 而產生十分不協調的感覺 AI手法以假亂針或可見招拆招 刑事局提醒 尤其是轉帳前最好跟親友約定好通關密語 提高防堵詐騙集團冒充親友或名人身份 行騙的可能性 記者歐榮陳昌維綜合報導 我開始想知道 我開始 My first文 interestingly 我開始花爹 我開始抱歷了 我開始找到 我開始輸入了 我坐ř jazz